了解呼吸问题我们是担心几个问题 一个就是敏感 如果他们是敏感 好像我们的脾气一样 他们呼吸问题 第二个我们担心的是环境的问题 如果环境是稍微比较多肥沉 或者比较多烟 或者比较脏 当然这些是妨碍到肺 如果是妨碍到肺 所以如果是妨碍到肺的问题 他们只有呼吸问题 更加如果真的是很严重的话就发炎 就是肺发炎 所以这两个 如果她 你是讲妨碍是比较长期的 所以她这是几个星期 三十个星期还是几个月 几个月 她是好了然后又停一停 然后又暖 她的呼吸是 对 这个是因为肺发炎的问题 可是现在我们要 我们要知道她的原因是什么 还是很多只唱说嘛 这只是睡AQA里面 可是这个是一两个星期而已的吗 所以一两个星期 之前改变了什么 没有呢就一样 食物 你有换得多吗 我食物 我这两天才换罢了 可是你一直换吃吗 你一直换得多吃 所以我们是不懂她是不是食物敏感 第一个 第二个 是不是环境的问题 它作为有没有烧 还是有没有很多烟 没有人抽烟那些 就放在房子 那七烟咧 她们有没有烧 没有 没有啊 OK 这两个哦 因为她们是比较小只 如果你要的话就是X光 如果你真的要看肺的样子就是X光 OK 如果不想的话 就是先给她消毒药先 还有消肿药先 OK 可是你要改变她这个环境的话 因为这只是睡在外面 这个就在我的房间 我一直给你听她声音 那她们呼吸声音 嗯 她不会咬人 会不会啊 不会不会 两只都不会 可是她们胃口还好哦 你看 你看你紧张你是十三 这两天我感觉她好像 比较没有紧张 现在在找这个 嗯 她的声音啊 嗯 现在没有啊 真的是没有耶 这个也是呢 我带她来就没有了 嗯 OK 如果照 Restorate the South into Hamsters 很会啊 September 22016 如果你是一两个星期发生的事 通常他们有 一两个星期之后